接下来上场的是 巴萨球迷 苏醒 哈喽大家好我是Alan苏醒 今天我来托曹大会就是要告诉曾义什么是真正的说唱 Yo check this out 他大舅他二舅都他舅搞的几半头都这么头 他大舅他二舅都他舅搞的几半头都这么头 听见吗 这就是国际化international rap说唱 我看见你 我看见你 感谢你们敷衍的掌声啊 首先特别想提我跟我的好朋友大宝说一句 前面的嘉宾老师把咱们吐槽的实在太狠了 在此呢我必须用你的一首歌来鼓励一下你 终于等到你 不好意思张亮颖的歌错了 sorry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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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听歌少容易搞混 大家好我是Alan苏醒 张绍刚老师呢纯属喜欢挑事 这个我呢确实是著名的娱乐圈的头号首席巴萨球迷 我看球的时候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嘶吼 狂叫 发疯 受无阻导啊 别说黄马球迷不开心了 巴萨球迷在得知有我这样的物种之后也不太开心啊 但今天开心的是什么呢 那终于有机会很荣幸地见到了龚琳娜龚老师 真的真的 很多人说龚琳娜的歌不好听 我认为是没有见识的表现 龚琳娜老师那个不叫音乐 叫实验音乐 实验音乐不是为了好听 是为了做实验 看看观众朋友到底能忍到什么地步 其实很早我就听过龚老师的神曲忐忑 哇 当时惊为天人印象深刻 那一个moment 瞬间 以斯帕尼不懂英语 那一个moment 我就把龚老师封为了我心中的先锋艺术家 这首神曲郭真是 艺术家先锋 观众在锋 也对 何大宝 何大宝 我要酝酿一下 何大宝 何杰 我圈里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了 草点太多 不知如何吐气 何杰当年超女比赛的时候 据说跟李宇春关系还不错 后来何杰结婚 那天我去了 打扮得人模狗样的 李宇春没去 说是这个时间有什么问题 在现场我看得出 何大宝还是有一丝的小遗憾 所以为了让李宇春能够参加自己的婚礼 他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再办一次 这才是hip hop精神 one more time baby 特别棒啊 那另外呢 作为何大宝的常年老友 我一直非常替他担心 因为他总是不小心就摔倒了 演唱会摔倒 颁奖里摔倒 金鸡奖 两次不同角度 不同姿势连续摔倒 何大宝当年的走红史 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摔倒史 经过了多年的摸爬滚打 如今的何大宝终于成熟了 他再也不会在颁奖里上摔倒了 因为现在的颁奖里 已经不请他了 咱俩差不多 很多网友说啊 很多网友议论说 这个苏醒是不是整容了 以前这个下巴尖的 怎么整圆了 下巴尖了整圆 这不是整得不好 这是脑子不好 我啊 三十三的人了 胖不可以吗 胖还这么横的 确实不对 我会减换 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跟机会 谢谢 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说 苏醒很久没出现了 怎么会来吐槽大会 其实大家今天看 我们这一台的嘉宾 真的是各式各样品种非常齐全 有的歌很红 有的人很红 有的造型很红 像我这种这个歌不红 人也不红的嘉宾 其实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有我的优势啊 我价格好 物美价廉 节目预算有限 本人物美价廉 最重要的是价廉 这是要打广告 其实呢 作为一个音乐人 总有朋友会放一些歌曲 让我评价一下 听是宫廉娜的新歌 编曲是不是很洋气 听这是李玉刚的新歌 做字是不是非常好 听凤凰传奇的新歌 手机喇叭是不是特别像 手机喇叭是不是特别像 这边插播一条广告 听凤凰传奇 用Vivo手机 完全听不出来这是广告 就是银水思源嘛 被要求上节目就要懂得感恩赞助上 感恩赞助上 真正的物美价廉 好了 好了我们都知道啊 风宫传奇呢 办了很多的演唱会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凤凰传奇 他们的歌迷是非常疯狂的 他们的歌迷的疯狂程度 堪比摇滚乐迷的疯狂程度 台上唱得嗨 台下就开始扎椅子 不同的是摇滚乐迷砸椅子 是为了宣泄内心的情绪 凤凰传奇的歌迷砸椅子 是为了腾出地方跳舞 最后这个pose不算 他们的舞没这么洋气啊 凤凰传奇 而且据说是唯一在鸟巢 开演唱会不会赔钱的艺人 掌声在哪里 什么概念 其实很简单 大家想一想 凤凰在鸟巢开演唱会 多大的主场优势啊 这是点啊 开完回家全得洗头 别看我对凤凰传奇吐槽得这么狠 其实呢 说心里话 他们是内地华语乐坛的一个标杆 而且我一直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我相信 在二人不懈的努力之下 凤凰传奇一定可以 红到美国 红到纽约 红到时代广场 毕竟 再时代的广场 也是广场 谢谢大家 帮帮帮的 特别好 特别好